人大跟政协有点不一样的是政协 毕竟可能以前是以自己的范畴 自己的这个业务里边提一些意见 比如说我可能在文化体育界里边 但这一次是人大呢 因为其实通过过程呢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是为我们一般香港市民反映他们的声音 而他们需求是很广的很广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希望可以把更多的声音 更多的建议更多的议题带到北京去 日前从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转换跑道 成功当选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霍启刚 在接收中心社专访时表示 这一局势的转换意味着责任和使命的改变 如今首次以新身份履职的他 正积极联系香港社会各界 希望能反映更多的行业声音 往往在石超里边或者走一些不同行业 怎么融入国家发展 怎么可以更好拥抱大湾区 他确实遇到很多不同的瓶颈的位置 所以就这个大主题呢 其实我也做了一些调研 也跟不同的业界去联系 可能我讲的每一个建议 不是说很高大上的 但是都是实时积极一些 可能一个问题一个解决方法这样子 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进程是长远的 不同行业的情况大相径庭 关注点亦各有不同 霍启刚从他最熟悉的文化及体育界别开始谈起 他在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宏大主题中 聚焦人才培育 在霍启刚看来 过去数年间 香港特区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深耕文化基建 但中层人才未能及时跟上需求 你发展什么产业都好 没有人才你就没有希望 我们是希望其中一个 就是说从这个人才库的建设里面 能不能更好融入国家 比如说广东省 广东省的文化资源 可以开放给香港的一些学生 年轻人 让他们可以在广东省的博物馆 广东省的文化的一些机构 一些单元可以做一些实习 长期的一些交流 工作岗位的一些忽然等等 这些我是希望可以做到的 那同样在体育方面 有两个方面我想提的 教练员如果想到大湾区里面执教 他可能从一些 他们的执教教练的牌照啊等等 这些他们都会遇到问题 另外一个我提出可能是 就是说体育仲裁 我觉得香港也有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除文体领域外 谈及粤港两地如何实现更紧密合作 霍启刚在前耍被人留意的渔农界 发现大有可为的空间 比如说现在渔业有跟惠州的一些合作 他们怎么升级转型 他们利用科技帮助国家 现在整体的渔农 食品安全等等这些工作 我相信我们香港可以做到做 所以这次人大我也大胆一些 就是说跟一些我们以前 可能联系比较少的界别 多跟他们联系 帮他们提一些意见 我整体帮香港可以争取 或者更多一些 我们融入国家一些便利的措施 历经三年的疫情冲击后 香港终于和内地恢复了全面通关 随着与大湾区内地城市 及国家各省市交流合作的加速加深 在霍启刚看来 现实的香港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 也将目光投向内地城市 如何帮助香港年轻人 在内地学习就业生活 霍启刚认为香港的社会机构 可以在其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其实香港青年联会 在内地也开始慢慢有一些叫服务点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到内地创业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困难 但可能他们对内地的法规 他们对内地的税务 他们内地怎么成立公司 他们内地的这种会计服务 他们一窍不通 他们不太清楚 那怎么保障他们的这个利益呢 怎么可以帮他们实现他们的创业的一些梦想呢 这些都是这些我们香港的社会机构 可以在内地提供服务的 未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人才流动 就希望更多的香港朋友 可以到内地发展 生活 居住 学业等等 很多愿者 传�ушка 也许 宝贝 都要打 也许 有 assistance 请